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因为是周末 正好我们错过了一天 结果就在这一天里面 这川普呢 确实是川普 那别人比不了 他竟然跟蔡英文中华民国总统 而被川普称为台湾总统的蔡英文 两个人直接通电话十多分钟 这是自1979年 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 首次一个美国获选总统 跟中华民国总统直接对话 那1979年 那美国从台湾撤出他的相应的外交机构 那表明跟台湾完全终止正常的外交关系 但是呢 他依然秉承着 非正式的那种协盟同盟 在这个背景之下 历届的美国总统 都不会直接跟台湾的台湾总统也好 中华民国总统也好 有任何直接的往来直接对话 结果在出事情的当天成为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而是川普自己把这件事情先给挑出来 通过推特 他强调的是蔡英文给他打电话 然后呢 两个人探讨了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事宜 而给他打电话 蔡英文本身呢 却是在总统府 中华民国的总统府 后面有中华民国的国旗 有孙中山的相 而跟他在一起 跟川普通电话的人 包括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 那总统府的这个秘书的 秘书处的秘书都在现场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 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一个正式的行为 向美利坚合众国获选当选总统祝贺 其实我在推特上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赵小兰被川普任命为内阁部长 交通部部长 而赵小兰曾经在不时的年代 任过内阁成员 赵小兰被伪命为美国的交通部长 下一届政府的交通部长之后 赵小兰跟他的父亲 拜见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那是获选的美国的内阁部长 那白宫针对这件事情的说法说 那因为他们还没有最后宣誓就职 所以不能算作美国政府的行为 你可以那么解释 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所以这是周末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那引起国际社会的宣布 那中国也有自己的表达 但是这期节目呢 我又要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在中国敲目声发生的事情 但这件事情真正对比起来 要比现在我们看到的川普 给蔡英文打电话 这件事情更大 是被这个香港的证明杂志 披露出来的 那中国的事情都是敲目声的了 但披露出来的内容 却是我跟大家讲过的 习近平在未来的时间里 要把党从政府中踢出去 党政分开 他要在明年做这件事情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19大改革初稿已经曝光 非党员可以掌握军权和司法权 这里他用的叫改革初稿 在我的节目中我否定改革 不可能就改革存在 那在中共改革一死 那好像他找不着别的词 当你读过内容之后 你就发觉这不是改革 这是玩命 因为在坚持党的领导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却把党给踢出去了 证明杂志讲 在今年的11月中旬 政治局和19大的筹备组 下发了关于党的工作 和党政国家机关部门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 党政国家机关 党政国家机关部门改革 他实际牵扯到就是 到底是党作为绝对的领导 还是党政分开 没有别的出路 他初稿的第一二部分呢 主要是意见和建议 而且呢 有一些具体的人事安排 在中共党的体制当中 重新树立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两个副主席 而两个副主席是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 原来毛泽东年代把这个刘少奇给杀了 当时毛泽东是党的中央主席 那这个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所以党吃死了国家 后来呢 党的主席呢 没了 就又把总书记提上去了 那他现在的做法呢 又等于把党的中央主席又给拿出来 弱化了他现在的习近平头上顶的总书记的身份 把他给弱化了 总书记要向中共中央主席汇报工作 而设立两个副主席 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和这个政府的国务院的总理 你就会看到作为中央系统当中 他向国家的体系呢 在转化在靠拢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Incredible Groundbreaking A cultural phenomenon A must see Experience Shen Yun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 Yun.com 党外人士可以担任国家级的副主席 有两个国家级的副主席 其中有一个可以是党外人士 不是共产党员 在中共坚证历史当中 我们曾经看到过的荣毅人和宋庆龄 两个人曾经出任过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 短暂的出任过这个位置 但是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国家宪政体制当中的 一个被定下来的 所以跟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因为宋庆龄和荣毅人两个人的身份 太特殊 出现了那个场面 第二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刘有名额 由党内外人士推荐 可以是非党员担任 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可以成为非党员担任 这些都是国家级国家宪政之下的国家的管理人员 第三 政协副主席可以向社会各界各民主党派开放 通过合法的选举产生 政协可以用选票选 第四 符合条件的经审查党外人士 可以担任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这一条坐在这儿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最高法院院长可以非党员担任 他就变成了纯业务部门 司法就变成了独立 最高法院院长做出最终的决定 不用经过最高法院党组成员讨论通过 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脱离了党的领导 这是非常非常 如果这真的是成型的话 这不就是走向司法独立吗 非党员人士经过一定的程序可以竞选 他是竞选了 可不是党指派 竞选 省级的政府省长 地方级的政府市长职务 省长市长可以通过竞选 你可以不是党员 我早跟大家讲过 当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共产党的党的体系 从政府部门 从地方管理部门和国家管理部门 可以自然的剥离 那日子照常过 对不对 那饭照常吃 酒照常喝 找媳妇照常找 那人 你会发觉共产党没用了 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过 他不说共产党没用 他对在党内的一切都强调的非常的严厉 但是呢 他不给党留把椅子 这就是老炮的做法 现在就是 第七 党外人士经审核任命 可以担任军事国防系统的 副军级以上职务 享有同等权利 副军级以上职务 他不是党员 军队国家化 脱离党的领导 不就这个 大家要明白 这是在六中全会之后 拿出来的说法 他的时间是在11月中旬定下来的 是在六中全会之后即刻定下来这样的规矩 而定这个条的时候 他已经成立了监察委员会 他已经成立了监察委员会 对不对 他同时 我们看到在外汇的管制方面突然加强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型 在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更加树立国家的形象 那监察委员会成立之后 有国务院 有最高法院 跟中华民国的五院制 孙中山的五院制 就完全吻合了 而在他的五院制当中 都有非党员担任 那这个消息如果是真的话 他确实这么做的话 那从2016年进入2017年 共产党走入历史 从中国的政府当中 国家的这个宪政当中 逐步被打出去 那你有一天看到 当共产党的组织 党组织被解散的时候 国家是正常的权力交接 现在是正常的权力更替 由非党员进入政府的最高部门 承担着政府的国家的管理工作 但是他的框架呢 还是在党的所谓的这种框架之下 但是你发觉党没了 日子照样过 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欧场orz的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